前段时间有一个劲爆的消息 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心脏 出现了严重问题 那这个消息出现在10月中旬 普京到北京出席一带一路的 高峰论坛之后 那个时候我们看过 用画面的时候 觉得它还是非常正常的 而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 普京也参加了 针对俄罗斯武器弹药 非法流通问题 与俄罗斯安全理事会成员的会晤 这样一来 似乎是他的心脏出问题的传闻 就不攻而破了 本以为这个事就此结果 结果我们发现还没完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专机 17号上午9点20分左右 抵达北京首都机场 现在新闻里我们看到的 普京其实都是由替身来完成的 谢谢 谢谢 日本人还利用AI技术 做出了替身的技术鉴定 那今天我们就好好地分析一下 2023年10月27日 克里姆林宫按惯例发布新闻称 普京这一天通过视频会议的形式 与俄罗斯安全理事会的成员 举行了会晤 会议讨论了俄罗斯的武器弹药 非法流通的问题 然而就在同一天 有媒体爆料称 普京前一天晚上 已经在位于瓦尔代的官邸去世了 虽然一方面 俄新社发布了10月27日 普京当日会议的讲话视频 但是爆料媒体称 这是普京的替身 10月27日传出 普京其实已经去世的这些爆料 并非是突然出现的 都是有迹可循 那么在10月24日也就是三天前 也就是普京从北京返回莫斯科的几天以后 有多家主流媒体都爆出过 普京身体出现了状况不佳的新闻 这让这个整个世界看起来 其实它是有一个合理发展过程的 继续回溯与普京有关的信息 我们发现 10月24日英国净报 快报 天空新闻台 印度斯坦时报 论坛报等媒体均报道称 普京心脏骤停 而在此之前 普京的身体状况就一直不佳 直到现在来到了最低点 并且我们发现 这些报道中也都强调了 由于身体状况很差 近期普京的公开亮相 都是由替身完成的 甚至包括10月17日至18日 前往中国参加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无论10月24日普京心脏骤停 还是27日普京去世 这些新闻流出以后 俄罗斯方面都迅速做出了辟谣 普京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强调 普京的身体一向都很好 普京去世的消息是荒谬的谣言 但同时我们也发现 俄罗斯官方的辟谣里 就替身问题也只是一带而过 或许正是替身的问题 为这件事情的发酵留下了口子 国际惯例 我们先找新闻的源头 这回这个信源其实很好找 因为所有的主流媒体的信息源头 都指向了一个叫 General SVR的账号 说起这个账号 在新闻见证组也是挂过号的 去年年底盛传过的 普京摔下楼梯不慎排移这个消息 就是这个账号最先发布的 当时这个账号说 普京在他住所下楼梯的时候 不慎从楼梯上摔了下来 而且因为他本身患有胃肠道的肿瘤 这一摔就导致了尾骨受重创 引发了不自主的排便 当时我们就说过 这个账号特别能写细节 仿佛写账号的人 事发的时候就在普京身边一样 那么这一次普京突发心脏病 他的描述更加地详尽 10月23日General SVR发文称 前一天晚上9点左右 普京的安保人员听见普京的卧室 传来噪音和跌倒的声音 安保人员进入卧室后 发现普京躺在床边的地板上 痙攣性地攻起身子翻着白眼 医生判断普京是心脏骤停 并实施了心肺复苏 随后普京恢复了知觉 并被转移至官邸里的 特殊重症监护病房 该消息还称 普京的身体状况较差 且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 近期所有的正式会议和活动 均已启动替身 10月24日至26日 该账号持续更新着普京的病情信息 并称普京的状况依然很严重 他的替身在代替普京完成工作 到10月27日 该账号就释放出了 普京去世的消息 称普京在前一天晚间 8点左右病情恶化 8点42分 医生停止抢救并宣布普京死亡 普京位于官邸的病房被封锁 同时为了保持局面稳定 他的替身的安全也得到了加强 General SVR的账号 为我们详尽描述了 普京从心脏病突发 到去世的整个过程 这些内容至今还可以在网上随时查看 上一次 General SVR说普京摔倒排移的几天之内 我们发现普京仍旧在正常的工作 甚至第二天 他就前往了距离莫斯科 1600公里远的索契视察大学 此外还在修复的克里米亚大桥 亲自开车 这些公开的活动 让普京健康出现状况的消息 听上去是非常地站不住脚的 但是这一次如果我们还是利用这样一个思路和逻辑去见证的话 好像就有点难度 因为账号近两个月一直在强调的一个内容是 长期以来普京都在使用替身出席各种活动 也就是说无论俄罗斯官方说什么做什么 如何快速地成精 即便我们调出近期普京的活动视频来 都无法简单地证明 普京身体没有状况 普京没有提身 而且有关提身说还不止General SVR这一个账号提过 比如最近提到的2023年10月17号的18日访问中国的普京 也是用了提身 2023年10月17日上午 俄罗斯总统普京乘坐飞机抵达中国北京 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并参与相关活动 就在同一天General SVR发贴文称 访华的普京是提身 并且在此之前 提身已经参与到了治理国家的事务中 此外 美国一位叫杰森杰·斯马特的政治顾问 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当天 普京抵达中国后下飞机的视频 并认为这个人是普京的替身 难道说General SVR和这位美国政治顾问 是有什么内部消息吗 或者他们掌握了什么特殊的鉴别方法 他们又是如何来证明自己的说辞的呢 10月18日 General SVR继续发文称 虽然普京的替身为了前往中国参与会见 做了充分的准备 但还是与真正的普京有明显的差异 该账号认为 这位替身做过面部整容 因此全股会不时向不同的方向移动 杰森杰·斯马特则在向美国新闻周刊的回信中解释道 真正的普京走路较为僵硬 而当天的替身走路却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 他认为当时普京派出替身的原因是 新冠疫情以来 他对与人近距离接触非常的谨慎 担心自己生病 此外 一些情报表明 他可能患有其他严重的疾病 因此本人难以出席 前往中国的各种活动 在上一次我们见证 普京是否摔倒 这个引发身体的状况的节目当中 我们也的确整理了一份 2022年期间 由世界各路人士和媒体 为普京开的病情诊断书 有说普京得了癌症的 也有说得了帕金森的 各种真真假假的病情报告 是层出不穷 2022年4月1号 俄罗斯独立媒体机构 PROCT发文称 普京身边常年伴有两名 耳鼻喉科医生和一名 肿瘤外科医生 该媒体推测 其患有甲状腺癌症 2022年4月21号 英国前政治家路易斯门师 又分享了一段视频 视频中的普京 在与其国防部长 谢尔盖少依谷的交谈过程中 右手紧抓着桌子 脚下也伴有 敲打地面的动作 门师因此断言 普京患有帕金森士病 随后几天 又有新的视频 在社交媒体流传 普京在会见 白俄罗斯总统 卢卡申科时 举起的右手 轻微有些颤抖 双腿也略显僵硬地向前走 这被发布该视频的新闻网站 Visegrad24称作是 证明普京身体出现问题的 最清晰的视频 2022年5月9号的 俄罗斯红场阅兵现场 普京被拍摄到入座时 腿上盖着一条厚毯子 英国《进报》称 当天气温为90摄氏度 但观看游行的其他高级政要 没有觉得需要盖毯子 随后 纽约邮报又刊发报道称 普京缺席了5月10号的 全俄夜间冰球联盟大赛 改为通过视频方式与观众见面 报道称 视频中的普京脸上出现了 黑色斑点 并通过化妆进行了掩盖 这再度引发了人们对于 普京健康状况的猜测 而在此前每年的比赛当中 普京几乎都亲自上场 参与这项比赛 在2021年的比赛当中 甚至独进8球 5月14号 乌克兰一位军事情报负责人 在接受天空新闻采访时表示 他们确信普京处于 非常糟糕的身心状况 当我们想再次整理 有关普京病情诊断书 在过去这一年 是否有新的内容增加的时候 发现病的种类 其实还是那么多 但是替身是一个新的内容 并且普京替身说 多次被公开的提及 见证的角度和方法 也是多种多样的 其中今年3月的一段 病毒视频在网络上 传播是最广的 谁都仅仅是摇访了 Мариуполь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давно обратили внимание на отличие дублеров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выступ на мочке уха Путина постоянно меняется как и маленькая родинка на его лице у одного Путина на лбу прямые морщины а у другого маленькие и прерывистые это невозможно даже если ему укололи ботокс но в Мариуполь очевидно послали самого слабого двойника которому даже забыли вставить челюст так сколько же у нас Путины кто управляет Россией 他们如何確認 Путин在使用 Тишин Загалом коли представники Голов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розвитки говорять про Путіна дуже часто можна почути тезу що Путін не один а їх кілька Так званий Путін один просто дійсно він використовує технологію двойників і це факт як на окремій інформації на оперативних розвит даних так і дійсно через роботу фахівців які можуть оцінювати відмінності зовнішності і це лікарі-фізіаномісти і багато інших фахівців Ви можете навести якийсь можливо конкретний приклад для наших глядачів щоб продемонструвати що були беззаперечні докази того що в певний момент в певному місці був не Путін а його двійник Його візити на окупований південь це абсолютно постанова причому погана і швидко організована і брав участь там не Путін а його двійник дуже велика відмінність в поведінці і в зовнішності в поведінці в тому числі він би ніколи не сів в той автотранспорт і в такому вигляді він би не спілкувався з умовно місцевим населенням тому що ми розуміємо що доступ до живого Путіна в Кремлі для своїх вже дуже обмежений А чи є у вас відомості де ці двійники на території Росії мешкать? Вони всі в одному місці чи їх там якось розселюють окремо і вони не в одному місці Вони в закритих місцях це може бути і進行了深文分析 随后又通过AI面部检测技术 对不同场合的普京的外貌 进行了对比 图片对比 行为习惯对比 人工智能识别 大概除了DNA检测 各路人马已经是把 非接触式的见证方法都用上了 那么通过这些对比方式 来见证出来的结果 又有多大的可信度呢 首先声音呢 声闻这个确实是一个手段 那么这个通常比如说在电话 或者其他的一些通讯的过程之中 然后把它的这个相关话语里面 同样一个词取出来 然后进行一个声闻上的对比 只不过呢 就是这个技术有一点 大家一般认为 它是在一个具体的 相似的环境里面 但是你说如果说在嘈杂环境里面 麦克风的位置不同 包括它当天的情况不同 那么这个时候做这种声闻比对呢 它的这种可信度 包括在很多方面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 除此之外呢 对于一个图像来讲 它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考虑 你比如说比较远的 精度不那么高的 它有时候做最基本的三角测量 借助身体的一些这种部件 借助一些比如肢体的长度 甚至我们说 你像它走路的步态 那么包括我们说人的这个脚印 这些是我们说 可以确定人的身份 只不过这些方式呢 其实或多或少都是有问题 只能说作为一个参考 那么我们说更多的 你可能还是要通过 就是我们讲你比如说牙齿啊 这种真正的去做一些 去这个身份判断的时候 它可能是要通过这些方式 刚才我们说了 近一年来普京替身说 成为有关普京健康 出现问题的爆料的 升级版本当中最多的内容 但我们可没说 普京替身说 是今年才刚出现的 因为在调查中 我们发现有关普京存在 替身这一个消息呢 早在十年以前就已经有了 2012年3月 普京开启了他的第三次 俄罗斯总统生涯 随后就有视频账号认为 普京存在多个替身 他们的举止 头骨形状 面部软组织和软骨的数量 发际线 眼睛的颜色等 整个方面都不同 该账号表示 我们不能让一个身份存疑的人 成为总统 我最早看到有关普京的 这个所谓提身的时候 是2004年 但是他那个相关的文章 也是基于俄罗斯国内选举的 这种政治斗争 他认为普京已经被替换了 但是其实你像包括对普京的 这种是不是有提身的质疑 包括对叶利欣的 是不是有提身的质疑 这里面可能更多的还是 俄罗斯的国内政治斗争的一个结果 但是他的当时做的测试 也是类似于 基于这个面向的一些 就是他认为 对这个图片的一些测量的结果 但是从当时的这个测量的情况来看 那有些东西跟图片拉伸有关 就是对于普京来讲 他自己因为出身情报界 所以他可能对就是这些安保 各方面他有自己的考虑 那么所以说 我觉得对于普京来讲 他有自己相关的一些相关计划 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 有时候我们认为 对谣言最好的反击 就是不予回应 但是普京本人对于 他存在替身的说法 却是认认真真的回应过 2020年 普京接受了塔斯社的视频采访 记者直接向普京提问 他是否有替身 《不是这个人》 总共有归相反-武器 对 真正正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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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这个人 还在声明 送借看起来的 对 这种状况 最终的年代 是厉害的 对 所以 是开始了 然后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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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離開了 離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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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普京提到的反恐戰爭 指的是2000年初的 第二次車臣戰爭 當時葉利金總統辭職 任命普京為代總統之後 普京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在2000年的元旦期間 前往前線視察 我們從普京的話中能夠聽出 有人建議他使用替身 但是他沒用 由此推斷 在俄羅斯或者是其他國家的 歷史和現實中 肯定是有首腦 使用過替身 中規這個也是這種蘇聯的 就被認為是蘇聯情報界的 一個傳統 在軍事跟政治的角度上來講 它都會有 就是我們說 你管他叫替身也好 管他叫誘兒也好 然後歷史上 你像包括斯大林也好 包括希特勒也好 包括美國的像基辛格 都有傳說或者是 就是有些人回憶說 曾經擔任過這種替身的角色 希特勒的比較早的替身的傳說 你像他這個 就是在三六年 他的司機死於這個捷毛炎 那麼但是當時的傳言是 他這個司機也留一座 就是希特勒式的標準的小胡子 然後說這個 有人會爭會色的血 就三六年這個人是怎麼死的呢 說是他跟希特勒兩個人 希特勒有一天突然想開車 然後希特勒就坐在了司機的位置 這個他這個司機就坐在了 這個就是希特勒通常坐的位置 結果有人過來刺殺 就正好把他這個司機打死了 那麼這些情況一般它有幾種不同的可能性 有一些可能性是基於戰略欺騙 像這個斯大林的替身 有一個替身在08年 還據說在普京政府的允許之下寫了回憶錄 還說說是相關斯大林替身的作用是什麼 就是有很多時候斯大林要出現 你比如接待一些官員 接待一些外國的友好國家的 比如大使什麼的 那麼就可能會派出其中的一個替身 這些替身一般是跟蘇聯的一些功勳的演員 尤其是斯大林本人的特型演員去學習 但是一般是不能開口 因為斯大林他有自己的格羅吉亞特殊的口音 所以他們是不開口的 第二種可能性是一個類似 但是他是為了欺騙這種暗殺者就是敵方 就是我作為安保的需要 這個是有可能的 那麼當然還有一些情況下就是陰謀論 其實近一年多來 不僅僅是普京身陷替身傳聞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也被很多人懷疑使用過替身 去年俄乌衝突剛開始的時候 就有人質疑說澤連斯基已經逃離了烏克蘭 公開露面的就是他的替身 今年年初有人說 發現了澤連斯基使用替身的鐵證 鐵不鐵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2023年2月20日 美國總統拜登訪問烏克蘭首都基辅 澤連斯基與拜登見面的視頻被公開後 有人稱看見了兩個澤連斯基 畫面中站在澤連斯基身後的男子 看起來與澤連斯基的穿著身形和容貌都高度相似 隨後有網友表示 這意外地揭示了澤連斯基存在替身的證據 隨後還有網友發現了 這名男子與澤連斯基更多的同況畫面 但是我們的調查發現 視頻中這名和澤連斯基酷似的男子 其實是澤連斯基的保鏢 他叫馬克希姆·頓涅茨 從2019年以來 他就一直擔任澤連斯基的安全主管 烏克蘭獨立新聞社在爭議出現後 也強調說頓涅茨和總統澤連斯基沒有任何共同的特徵 烏克蘭rbc.ua新聞網也報導說 頓涅茨只是澤連斯基的保鏢 他經常和總統會出現在同一場合 但看起來完全不像對方 報導還認為說 澤連斯基替身一事的目標受眾 是俄羅斯本國民眾 目的則是破壞烏克蘭領導人的名聲 那麼如果照烏克蘭這個說法 普京替身一說的目的 應該是破壞俄羅斯領導人的名聲了 事實上針對普京健康不佳 甚至去世以及使用替身的傳聞 確實是在俄乌衝突爆發以後 變得非常地密集 但是這種八卦式的新聞 為何會被主流媒體也津津樂道呢 在俄乌衝突的背景之下 這個當然都希望證明對手的領導人 是身體不好的 是喪失了行動能力的 是不健康的 甚至我們說可以稱之為一種 政治上的抹黑行動 但這個就是它是可以理解的 從戰術的角度上是可以理解的 當然這種手段 最後實際的效果來講 我們說肯定是聊勝於無 或者說我們說最難聽的就是 我對你造成困擾就好了 我不見得真正起到效果 就是說白了就是我抹黑 潑了髒水 你要麼就反駁 你不反駁 那你就忍著我說的更多 你要是反駁 你看它反駁了 那它上頭了 就是在國際政治 尤其是輿論戰裡面 一種很低下的手段 但是有的時候 確實你拿它也沒有辦法 確實Telegram賬號 GeneralSVR 在發布完普京死亡 且使用替身的貼文後 迅速地就漲粉了 在Telegram上的三個賬號 累計已經有了50多萬的粉絲量 而去年年底這個賬號 發布普京排譯的消息時候 還只有30多萬粉絲 這個賬號在2020年出現 聲稱是由俄羅斯對外情報局 和俄羅斯其他國家機構的 前任和現任成員管理 從成立以來這個賬號 就源源不斷地發布有關 克里姆林宮內部運作 和普京健康狀況的消息 而且還使得俄羅斯的權力中心 被迫向全世界保證 普京沒有摔倒排譯 沒有心臟病 可見現代戰爭中 互聯網輿論的巨大威力 俄烏焦點中的普京 澤連斯基逃不掉 美國的領導人也躲不開 前幾天很多人在微信群裡 轉一張美國總統拜登摔倒後 露出紙尿庫的照片 而且據說這張照片 還是馬斯克發布的 這張照片貼文 後面有一句挑感的話說 你覺得我們交的稅 能資助拜登的紙尿庫嗎 經過我們的見證 這張如此逼真的圖片 其實是假的 原圖是拍攝於2023年6月1號 拜登當時出席了 美國空軍學院畢業典禮 被現場的一個沙袋半島 因此留下了這張照片 後來就被PS上了紙尿庫 而這個圖片的發布人 也並不是馬斯克 而是馬斯克的一個高仿號 新聞點證組 感謝您的收看 下期再會